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 没错 小美越来越有概念咯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买付费广告 然后就省下时间 不用再经营社群平台了呢 也不是不行啦 确实呢 以前有很多公司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那他们架了这个电商的网站 然后把东西上架到网站上的购物车 然后呢 就开始大买 脸书的广告和Google的广告 后来就赚了不少钱啊 真的哦 这样做网络行销听起来蛮简单的啊 太好了 但是呢 我还没有说完呢 那是以前广告费很便宜的年代 在脸书上面的平台呢 一天花不到一千块钱 就可以让上万个人看到你的广告 而且有数千个人造访你的网站 在那个时期呢 买广告的人啊 真的有很多人都赚到钱哦 可是 现在不一样了 广告费越来越贵哦 真实的状况就是 很多业者他们买广告的费用啊 已经超出了商品的实际利润 这样就会亏钱啦 为什么广告费会越来越贵呢 因为刊登广告的人越来越多啊 然后平台的曝光面积有限嘛 所以大家竞价的结果就越来越贵了 就好像以前的报纸一天有八张 然后想刊登广告的人呢 如果越多的话 那报社是不是就可以让出价比较高的人 去拥有最大的版面 去取得最多读者的注意力嘛 所以呢 越早开始去刊登脸书或Google广告的这些人啊 在当时取得的最大优势 就是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不过现在呢 连很多小商家 他们都会自己去投放脸书的广告了 可想而知啊 这个竞争有多激烈了嘛 是哦 那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可以让我收集名单的速度更快 而且广告费又不会白花呢 有 想要让粉丝变成客户呢 我们就要花心思去 优化我们的行销流程 每一个步骤 去创造出我们自己的销售漏洞 我们现在整理一下 行销流程的每一个步骤 包含哪些吧 第一个啊 去使用这个免费或是付费的方法 去曝光你的广告文案 然后呢 去导引这些人到你的名单收集页 以这个脸书的贴文来举例啊 这个阶段呢 最重要的就是贴文的内容 是不是能够吸引人去点击你这个连结 那你才能够导引它到你的这个名单收集页嘛 那因为呢 现在这个脸书啊 打广告的人太多了 访客的注意力呢 就显得特别的珍贵 所以文案的内容啊 你就不能够随便写一写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每一个看到文案的人啊 他们都能够引发好奇心 然后进而去点击你的连结 那你要达成这样的目的 就必须把时间花在事前的资料收集 去强化我们的广告文案 那文案呢 可以是图文啊 或是影片啊 去吸引访客停下来看 进而去点击你这个连结 这样才会有机会到下一步哦 那第二步呢 在这个名单收集的内容啊 是不是去吸引人呢 让他愿意留下这个个人资料呢 在这个阶段啊 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去写出一个 吸引他留下资料的文案的内容 像上一步啊 如果成功的把这个访客啊 导演到这边来的话 那你给他一个理由留下资料 才算是完成第二阶段的工作哦 那我们要用什么理由 让访客愿意留资料呢 很简单啊 你有没有在路边被一些陌生的拦下来 做问卷调查的经验呢 有啊 但是我不一定会填资料 要看他给的赠品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你说到重点了 他给你的赠品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如果是的话 那你就会填问卷对吧 会哦 尤其是参加抽奖活动的 所以啊 去利用这个填问卷参加抽奖的方式呢 其实已经是一种流传的很久 但是仍然有效的方法 来收集潜在客户的名单 因为想抽奖 就留下真实的联络电话或者是地址 万一真的抽中了 才能够收到通知嘛 那在网络上呢 让访客去留资料的方法也是一样哦 只要你提供一个 让对方很想要拿到的礼物 而且不用抽奖 只要他去填写正确的email就可以了 这个系统呢 就会把礼物用email的方式 寄到他对方的信箱去 那对访客来讲啊 填一个email不到30秒的时间嘛 只要这个礼物是他想要的话 那留下email的几率就很大 所以呢 只要这两个步骤做好 要收到大量的名单 就会变得容易许多咯 但是什么样的礼物 可以用email寄给对方呢 而且还要能吸引他 这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不会啊 知识的传递呢 它就是一种高价值 但是却低成本的礼物 你说 你有很多美妆的知识 如果把它包装成一本电子书 或者是一支教学影片 就能够用email直接寄给填表的访客啦 如果这就是你的粉丝想要的礼物 他是不是就会填写表单了呢 而且啊 这一切都变成自动化了耶 对耶 只要粉丝留下email 自动回复信系统 就可以马上把我的电子书 或影片寄给他 哇 这也太棒了吧 表示我24小时都可以收集粉丝的名单咯 没错 这就是销售漏斗中 收集名单的重要环节 只要把这个流程设定好 之后的工作 就是不断地去曝光你精心设计的广告文案 让你的名单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访客去教你的名单咯 网络行销可利用自媒体社群平台 买付费广告 买付费广告或利用填问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